今日同盟军重大捷报,攻克木帮线,大军逼近腊虚,缅军疯狂报复,腊术有多重要,为何让这些力量如此执着于此一鱼? 大家好,这里是纵观史书,我们接着往下看,近日,缅北形势日益严峻,战火风烟四起,战争的阴影仿佛无处不在,据最新报道,缅昂来司令对缅军在老街的撤退感到震怒, 大量缅军移转移到腊虚,根据最新的局势变化,缅北战场已经从老街转向腊虚,事实上,从目前的形势来看,腊虚的军事行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,缅昂来司令对此表达了强烈的不满,并指责缅军的行为,同时,也有一些前线战士的劝诫,认为这样的撤退实际上是一种防御性策略, 据知情人士透露,娘来少将对此次战况感到十分愤怒,将领也已选择投降转投腊虚,此外,我们还了解到,在这次军事行动中,有不少缅军士兵及其家属已经已往腊虚市,由于腊虚地理位置十分重要,将来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战斗。 在上周,缅北战场经历了一次重大变化,据公开信息显示,蜡虚市成为了新的战场中心,敏感的局势引起了众人瞩目。 我们获悉,明昂来少将因为老街战事的不利形势而感到不胜愤怒,除此之外,还有几位高级将领选择弃暗投名,加入蜡虚市的防御阵营,其中包括吞吞敏在内的六名准将。 目前,社会公众关注的重点是,这些被转化的军队能否帮助防御蜡虚市,以及能否有力地稳定住当前的局面,从另一方面来看,我们也得知,在这场战事中,有超过三千名的缅军士兵及其家属已经转移到了蜡虚市,他们中的大人或许暂时会远离战火,但未来的局势发展仍难预料。 对于此次战局的走向,各方观点各异,有一些业内人士认为,倘若缅方继续坚守阵地,斗争必将愈发激烈,但是,如果能在关键时刻争取到对方的妥协与合作,也许可以解决问题,化干戈为玉帛,不论如何,我们都希望各方能克制情绪,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。 据缅甸新闻报道,一名来自蜡虚地区的居民说,蜡虚每天有一百多辆汽车离开,大家都已经把家里的老人孩子送走了,听新闻说,民族武装联盟和军方第三次谈判的结果不好,战争可能要打到蜡虚来了。 战争信号越来越明显,一些驻蜡虚的联合国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开始从蜡虚市撤离,缅文报道说,并不是所有的联合国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都撤离, 只有两家组织和他们的家属一起撤往善邦南部东芝市,蜡虚到东芝有二百六十公里,而国赶老街道蜡虚只有一百五十公里,同盟军的快速部队三个小时就能赶到蜡虚。 至1月11日,同盟军已经扫清了蜡虚外围缅军,并从四个方向将蜡虚市合围,总攻即将开始。 同盟军正等一声令下。 发起总攻之时,仍在谈判的三兄弟联盟和缅军终于有了进展。 1月12日,从同盟军传来新消息,三兄弟联盟同盟军、民族军、若开军与缅甸联邦政府军事委员会经过两天谈判, 达成临时停火协议。 根据停火协议内容,同盟军和缅甸军方将立即停止军事人员接触,双方同时承诺不损害中方编民和再缅项目。 人员的安全,停火协议仅限于善邦北部地区,而其他地区并未纳入协议范围,也就是说临时停火协议是看在大国面子而签订的一项临时协议。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,显示出双方愿意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,避免进一步的冲突升级。 蜡树有多重要,为何让这些力量如此执着于此一语? 蜡树位于缅甸北部,靠近中缅边境,是一个历史上多次成为战略争夺焦点的地方。 从地理位置上来讲,蜡树控制了向纵贯亚洲南北的通道,这使它不仅是商贸往来的重要节点,更是军事上的关键据点。 蜡树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铺设在善邦的中央,这座城市不仅是缅甸的军事战略中心,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。 对于国感同盟军、德昂军和若开军等组织而言,控制蜡树意味着可以有效的监控于中国的边界线,为非法贸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 同时,也为自身在缅甸政府军中建立优势地位,构筑了坚实的基础。 地理位置的重要性,往往是国家安全与发展策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,它是通往云南省的门户,也是连接东南亚各国的关键通道。 通过空中、铁路和公路网络的连接,蜡树成为了货物和人员流动的重要节点,极具前瞻性的交通网络,不仅加强了缅甸与邻国的贸易联系。 也为蜡树带来了持续的经济活力。 蜡树的经济基础稳固,得天独厚,农业资源丰富,水利和矿产资源潜力巨大,这些自然资源的开发,为城市提供了丰厚的经济利润。 更为关键的是,中缅油气管道横贯蜡树,它不仅是缅甸能源运输的动脉,更是关系到整个区域能源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,由此可见,任何对蜡树的控制。 实际上也就是对这条生命线的左右,果敢同盟军,德昂军和若开军,自然不会无视蜡树对战略利益的巨大影响。 文化层面,蜡树是多元文化的交汇点。 汉族群体再次比例较高,城市因此呈现出中缅文化融合的独特风貌,多元文化不仅给蜡树增添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,也为地区安定提供了社会基础。 然而,跨越种族和文化的和谐共处也为蜡树的统治方带来了难题,如何处理不同民族和文化群体的利益关系是考验统治者智慧的要题。 历史的角度也为我们解读蜡树的重要性提供了丰富的视角,滇缅公路见证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与盟友的深厚情谊,那是一段在困难中寻找生机,在危机中追求希望的历史。 如今的蜡树,依旧依托着那条路的历史意义,展现给世界的是开放与合作的姿态,而对于国感同盟军、德昂军和若开军等地方武装、捍卫和争夺这里,既有对历史传承的继承,也有对未来利益图谋的考量。 最引人注目的是,随着争夺的加剧,蜡树的安全局势开始变得复杂,各方势力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,不惜采取各种手段,包括支持当地的武装团体或进行外交施压。 这些活动加剧了地区的紧张气氛,并对蜡树乃至整个区域的稳定构成威胁。 蜡树并非只是被动的承受者,在这场大国博弈中,蜡树本身也展现出了一定的主动性,当地政府和民众在争夺中学会了如何在各方势力之间进行平衡, 试图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,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和最佳的发展路径。 蜡树的争夺战在一系列紧张的事件后达到了高潮,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时刻,出现在一次区域性大国召开的高层会议上,会议讨论了蜡树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及其未来的定位, 这次会议引发了广泛的国际关注,因为其结果可能决定蜡树乃至整个区域的未来走向。 在这个关键时刻,蜡树的多方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了辩论和谈判,一方面,一些大国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和经济援助来加强对蜡树的影响力, 另一方面,蜡树本地政府和民间组织也在寻求更多的话语权,希望确保自己的利益不被忽视。 此外,蜡树内部的社会和民族矛盾也在这一时期变得更加尖锐,一些民族团体和社会运动开始更加积极地表达自己的诉求,要求更大的自治权和更公平的资源分配。 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蜡树的局势变得极为复杂和微妙。 每一个决定和行动都可能对蜡树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,在这个紧张而关键的时刻,蜡树的未来似乎悬于一线。 经过一系列激烈的较量和谈判,蜡树的局势终于开始出现转机,在国际社会的监督和多方势力的共同努力下,达成了一项关于蜡树未来的重要协议。 这份协议不仅确立了蜡树的地位,还为其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。 根据协议,蜡树将保持一定程度的自治,同时在国际监督下进行公平的资源分配和民族权利保障,这一决定在当地民众中引起了积极的反响。 被视为是一步向前的重要进展。 在更宽广的地缘政治背景下,蜡树的稳定化被视为区域安全和合作的重要里程碑,这不仅有助于缓解该地区的紧张局势,还为未来的区域合作奠定了基础,蜡树成为了一个展示如何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复杂冲突的典范。 蜡树如同一块试金石,检验着各方的战略智慧与军事实力,尽管激烈的战斗让蜡树的天空常常弥漫着硝烟,但和平的愿望始终深藏在当地居民和各方势力的心中,正是这份对和平的向往。 才是推动蜡树乃至整个缅甸走向和谐共处罪。